現在呢我要介紹第二名 我覺得個人覺得第二名受歡迎的房間 它是四人房有景觀的 那二樓這邊現在目前是走到二樓 二樓部分呢就是只有單邊 它不像一二樓 應該說一二樓都只有單邊 然後如果是樓上的話呢 就有分左邊右邊的景觀不同的 或者是分成有景觀沒景觀這樣區分 那二樓的部分呢 我們要現在介紹是有景觀的四人房 我認為是第二名的 第一名就是六人房有景觀的 現在介紹第二名 那第二名的話是面對這一邊的 2014人房有景觀的 我們看過來囉 我看到嗎 有沒有 遠遠看到有沒有 真的可以看到那個山欄 真的是漂亮那個山 來這邊看景觀紓壓的 那這是我認為第二名的房型 第一名房型是六人房 同樣是面對這一邊的六人房是在五樓 五樓的六人房 那個真的就是讚 高度又高了一點點 又高了一點點 當然景觀比這個好一點點 會看的比較遠一點啦 但是這個已經不錯了 四人房只要面對這一邊的景觀都是非常讚的 好我們介紹一下四人房的部分呢 一進入這個空間 空間感這沒話說啦 不管是四人房有沒有面景觀的有沒有都可以 但是它共同點就是都很大間 不管有沒有景觀 它就共同點絕對是大大大大大 這個是基本的配備就是要大就對了 然後這裡就是不用擔心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廁所的部分 也一樣是很大很大廁所 只是說有些地方呢 暫時沒有辦法用 然後前面這個就是受阻了 本來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浴缸 但是呢 現在因為山上水源的問題呢 暫時不提供泡湯 很抱歉啦 以後如果呢 開放了一天 你就會再來泡湯囉 現在先忍耐一下啦 抱歉 抱歉 然後這個呢 就是嬰兒備品 這個是也是數量有限 先搶先贏數量有限 不是每個房間都有配備 是剛好這一間人家驚跳入住的 剛好有這個需求 所以會出現在這邊 剛好被你們看到了 好 這個呢 洗手槽的部分 旁邊放了吹風機 它是分離式的吹風機 就不是按到手栓死的 而且還蠻大支的 所以風力應該是絕對是夠的 這邊呢 就是一個大鏡子 看自己就好了 沒辦法看浴缸 浴缸這麼大 沒辦法 暫時不提供 那後面的話就是上廁所啦 淋浴的空間在這裡 上面還有一個置衣的一個架子 這裡這裡 淋浴空間躲在這裡了 躲在這邊 裡面是淋浴的地方 所以泡澡呢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來日 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放就不曉得 水源的問題啦 那四人房呢 景觀 有景觀的話 這樣就看得到了 不用到前面 就知道很美了吧 當然呢 這裡呢 就是空間大以外 床也大的 我們說了這邊就是 每間房間都是 加大的床 大大大大大 就是要給你大空間 大的床 還有美景無限豪 這個是第二名的房型 有景觀的四人房第二名 這是第二名 那這個呢 一樣是有它的貼心的地方 放了電毯 給你熱呼呼的電毯 房間插上去 把它打開 晚上你就會暖呼呼喔 這邊 那當然啦 如果說是面前面這邊的話 保暖絕對沒有面 後面那個沒有景觀的 它是沒有窗戶的保暖效果 後面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面前面因為窗戶的問題 他當然都沒有像牆壁 那麼保暖 所以沒關係 這裡還有電毯 每間房間都放上電毯的服務這樣子 加大的床 兩大床都是加大的床 那六人房 四人房 假如說四人房的話 四人備品 這邊都有準備了四人份的備品都有 這是茶包 咖啡包 還有四瓶的水 然後牙膏牙刷 大毛小毛 這邊都有準備了 然後 然後這個你看到 這個是因為收視的問題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有電視可以看 山上的電視還很大台勒 不僅有還大台的 然後這邊還有梳妝台 但最棒就是這個空間 小孩子最愛的就是這個和室 四人房的和室也是非常的大 說真的 這裡要睡幾個人 我都不知道 到底可以睡幾個人 你們自己看 不要問我 你們很可愛 有時候都問我說 到底可以睡幾個人 我也不知道 你們要睡幾個 有沒有 大家每個人感受不同 但是這邊就是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 你要怎麼應用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會來喝咖啡聊是非 因為我們家就死了 你們要來幾個 我不知道 就是自行 自行運用 自行運用 OK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景觀 因為這是二樓的關係 所以當然景觀沒有樓上 越高樓層 當然景觀會越好囉 那我剛有說的 六人房是在五樓 六人房是在五樓的 五樓的地方是六人房 面這邊是六人房 在五樓喔 五樓專屬的面這一邊的 全部是六人房型的 那這邊的話呢 也是有景觀 也是有景觀的 也是很欣賞 讓美景無限好的喔 面對這一邊的都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我認為這是第二名的 因為今天比較晚到 下午才到 那有些人可能比我更早到 現在房間都已經入住了 所以現在給你們看的是 二樓的四人房 二樓四人房的喔 房間呢都長一樣的 這個格局一樣 直差比在樓層越高 當然前面的景觀更好 那我今天是住在五樓 五樓是六人房的 有被升等到啦 因為今天也是K1 好六人房的話呢 就是我心裡很好 今天有被升等到這樣子 那這是四人房間 已經非常不錯 已經超級無敵大了 我相信你們進來也會尖叫的啦 那待會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更厲害 讓小孩子直接放電的尖叫的地方 就是遊戲室 是他另外一個強項的部分 在這邊會顛覆你的想像 因為一般都覺得 清靜上面就是民宿 就是都是沒幾間 那麼大的遊戲空間 真的太難了 但是他絕對會讓你顛覆想像 比進來幾飯店喔 比飯店遊戲室都還要大 還要棒這樣子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繼續 給他看下去囉 四人房是我認為第二名 六人房是第一名 有景觀的是 第一名的是六人房 第二名是四人房 都是非常棒的喔 推薦給你們囉 期待你們來入住